你有没有想过 人想要长肌肉 要狂吃东西 加健身房撸铁 但牛百万天天吃草 这货怎么会长这么壮 你以为牛百万在吃草 其实 它在偷偷吃肉 牛有四个胃 一个胃特别大 占了几乎半个肚子 叫做流胃 也就是你经常吃的毛肚 这个胃里 生存着一种神秘的小生物 流胃仙毛虫 哎呀别挤了 有节目要采访我 哎呀 哎呀大家好 我是一只仙毛虫 哎呀不好意思 这牛百万的流胃里 仙毛虫还有各种细菌太多了 每天急死了 但是流胃 是我们最喜欢的生存环境 竞争压力小 生活也不卷 哎你看 牛百万又吃草了 我们又要开饭咯 牛百万吃下的草 主要都是纤维素 人类的肠胃根本无法消化 但仙毛虫和各类细菌 最喜欢的就是纤维素了 他们把纤维素消化 得到了挥发性脂肪酸 这才是牛百万需要的营养 但是 牛百万想长肌肉 必须得吃足够的蛋白质啊 哎呦妈呀 吃得好饱啊 好满足 我短暂的生命 也即将走到终点了 啊我完了 仙毛虫会快速繁殖 也大量死亡 这些死掉的微生物 就和食物一起 进入到了牛的消化系统里 数量巨大的仙毛虫尸体 就作为蛋白质 被牛百万吸收了 也就是说 牛百万狂吃草 仙毛虫就狂吃纤维素 吃饱了仙毛虫就狂生娃 生了娃仙毛虫就狂死掉 牛百万就狂吸收蛋白质 牛百万就狂长肌肉 不公平 凭什么我健身要管住嘴 这臭老牛就可以随便吃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